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一个成功者都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就想从今天开始 谢谢大家 好 欢迎您周帅 先把报名表交给我 好 谢谢 您是天津人 对 住哪儿啊 住在河西 河西区 家长也都是天津人 对 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纯正天津人 但是我看您这个工作经历这三段都在 都在北京 北京啊 对 而且您这个旗指年月没写 写的是干的是什么 他的学历都没写后来看 对 说是北京技巧 就学杂技的应该是 在某歌舞团 第一开始是当舞蹈演员 这是哪一年的事 挣五千块钱左右 是我刚08年09年期间吧 旗指时间是2008到2009 对对 那您在这个歌舞团是哪一年啊 北京的魔术演员 这个也差不多就是09年到1到15年之类吧 大概我也记不清了 变连演员呢 一直从事到16年为止 2015年到2016年 对对对 那您等于现在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没有工作经历了 对 因为我又生了二宝嘛 然后全职在家带二宝 但是我一直认为我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不想埋茂我这一些 这些才艺 所以我今天来我就想应聘一个 就适合我的工作 好 我看到您没有一项企业 要的岗位是节目编导策划 是吧 对对 希望薪酬一万到两万 对 这是综合薪金还是底薪 都可以 均可 是吧 对 说说孩子吧 我现在自打有孩子以后 我就对孩子比较感兴 负担太大 所以我特别佩服您这种二孩的家长 您这老大还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两个都是女儿 两个都是女儿 对 俩女儿呢就最好不过 将来有姑爷伺候你 您有几个小孩儿 两个 你也两个 老大是子 老二女儿 那你这也好 就我家不是现在两个男孩吗 国家不是好聊三胎吗 我就问我老大 我说要不然咱要一个再 然后我老大就真的皱着眉头跟我说 妈不要了 家里实在是太乱了 两个男孩家里真的是特别的混乱 像他俩女孩这种的 我觉得就好一些 特别幸福 相隔年龄多少岁 差八岁 差八岁 哎呀 小叶 这也是好 对 大姐可以照顾妹妹了 老大今年 今年十二岁 老二现在四岁 多好啊 但是有时候两个人也大 那肯定的 但是一定是姐姐照顾得多 我就是比我妹大 然后呢 你别说俩孩子 俩人力资源专家 哥一块有时候还打着 都没说俩孩子了